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早晨让我们献上我们里面最深的感谢 感谢祢的十字架 感谢祢付上代价 但当我最可羞愧 使我完全 此下奇妙恩典 感谢你无比大爱 感谢你定恨双手 保险喜极或无悔 使我了解 你完全 包容 赦免 身高有陪灯 坐在包座上 偷戴着尊贵冠变的错望到永远 来尊重赞悲 耶稣圣儿子 从天降下 北的世家 身高要陪灯 身高要陪灯 感谢你的十字架 感谢你无上代价 但当我最可羞愧 使我完全 此下奇妙恩典 感谢你无比大爱 感谢你定恨双手 保险喜极或无悔 使我了解 你完全 包容 赦免 身高要陪灯 身高要陪灯 坐在包座上 偷戴着尊贵冠变的错望到永远 来尊重赞悲 耶稣圣儿子 从天降下 北的世家 神高要陪的 神高要陪的 我们再次来感谢 感谢你的十字架 感谢你付上代价 但当我罪可羞愧 使我完全 赐下奇妙恩典 感谢你无比大爱 感谢你的狠双手 保险细极我无悔 使我了解 你完全包容 生命 神高要陪的 坐在包座上 头戴着尊贵冠写 地座王道 永远来尽策 来自从赞美与世 耶稣神儿子 从天降下背地 使教 神高要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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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来尊重 祝ic面 职灵 一些 遍 剩下背地是教 神羔羊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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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 坐在宝座上 偷戴着尊贵观变 你从往到来 用剑造球票去起来 来尊重我们的圣人们 来尊重赞悲 耶稣圣儿子 从天降下 被一定是家 神羔羊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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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佩德 神羔羊佩德 神羔羊佩德 祝你佩德 祝你佩得 神羔羊佩得 祝你佩得 你佩得 那全心累在美地 累在你 我们过去双手全心来敬拜我们的神 阿里路亚 神羔羊佩得 阿里路亚 被杀的羔羊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他佩得一切的敬拜在美爱戴尊荣 阿里路亚 神羔羊佩得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落北下的羔羊 谁佩得一切的敬拜 阿里路亚 神羔羊olie 阿里路亚 jaws echole 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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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羔羊佩得 神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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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佩得 祢佩得 主祢佩得 祢佩得 我们尽心尽力来赞美我们的神 Hallelujah 神羔羊那被杀的羔羊 佩得一切的真容 就是这样尽心尽力尽力的爱神 就是这样尽我们的全人来敬拜我们的神 Hallelujah 祢佩得 神流流障 祢佩得 福尔康 祢佩得 祢佩于 remot旷 decrease 祢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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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尽心尽力в 祢佩得收晒 耶稣 耶稣 耶稣啊 主地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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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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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配的坚弱 你配的清白 被捨得高揚 祝你配的 祝你配的 你配的 你配的 被捨得高揚 祝你配的 你配的 哈利路亞 主要使我們全心來遵從你 主要感謝你 因為你得勝了死亡 主要在你裡面 我們可得到生命的盼望 主要使我們全心來讚美你 主啊 你說煩勞苦丹中丹的 都來到你面前 主啊就使我們得到釋放 我們將一切交托給你 主啊使我們在你面前得安息 我們讚美你 哈利路亞 主啊哈利路亞讚美你 主啊你的保險已經完全洗盡我們的罪 主啊 我們罪孽因你而得釋放 主啊 感謝讚美你 求助你更多的充滿我們 用你的靈更多的來 讚美你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是的耶穌我讚美你 我全心地送養你 主啊你是個奇妙的神 祢在沙漠中開疆痕 在曠野中開大陸 在曠野中開大陸 主啊主啊主啊 你的愛永遠不改變 你的愛永遠不失敗 耶穌我讚美你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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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在我們裡面 成了有榮耀的盼望 哈利路亞 是我們獻上感謝 是我們獻上敬拜 是我們獻上禁拜 是我們獻上禱告的記在神的面前 哈利路亞 在復活的清晨 哈利路亞 我們感謝神 我們感謝那被殺的羔羊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熟出我們 從一切的咒詛 從一切的軟弱 從一切的疾病當中 神拯救了我們 神釋放了我們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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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tes Users Usersamer fiquei стil 哈利路亞 哈地路亞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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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晨 主的应許在我們中間 在基督裡的 就不被定罪了 那在基督裡的 就不定罪了 今天早晨 你不需要带着罪疚感 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被杀的羔羊 救赎我们 从一切的咒诅 罪恶软弱里面 祂赎出我们 虽然有时候 我们靠我们自己 我们不行 可是神今天早晨 祂要释放祂的儿女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得自由 今天早晨 那自由的灵 那天父的爱 要充满在我们中间 就是这样领受天父的爱 当你更多领受 父神的爱 你的里面 那个黑暗 惧怕 压制 恐惧 就会离开 就会离开 你所需要的 就是要更多的 让神来充满你 Amen Amen 你爱的旋律 释放我身影 释放我身影 你爱的旋律 释放我身影 你爱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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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再被恐惧 独一 我不再被恐惧 因你是我天父 从我无腹中 你继续了我 你爱护划 我比一 我重生的求 吸入你家中 保险流入我生命 我不再被恐惧独一 因你是我天父 我不再被恐惧独一 因你是我天父 从头再来唱 你爱的旋律 是否我生病 你爱死别环绕我 从敌人手中 你拯救了我 惧怕中的自由 我不再被恐惧独一 因你是我天父 我不再被恐惧独一 因你是我天父 你拯救了我 你拯救了我 我拯救了我生命 我不再被恐惧独一 因你是我天父 我不再被恐惧独一 因你是我天父 因你是我天父 我不再被恐惧独一 我不再被恐惧独一 因你是我天父 我不再被恐惧独一 因你是我天父 我不再被恐惧独一 因你是我天父 我不再被恐惧独一 我能拯救了我 我的教是法的自由 得着自由 你拯救了我 你拯救了我 你拯救我 你拯救了我 天父 你拯救我 天父的双手 来拯救我 来拥抱我 抵达能的手 抵达能的爱 改变我 翻转所有 我的脚 是否的自由 你的牺牲的爱 你牺牲的爱来拯救我 拯救我 你拯救我 你拯救我 耶稣 填补的双手 来拥抱着你的孩子 来拥抱我 你拯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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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我 翻转所有 全心来到神的面前 跟神来到神的面前 啊 你拯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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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满在这里 完美的爱也不恐惧 你拯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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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的心情歌唱 你拯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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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拯救我 你拯救我 这不重要流出那火ция的降火来 Alleluia, Alleluia Oh,耶稣,耶稣 Laka solomaseyala Laka balasdanyale Saladiya Olasana salamadasyaya Laka beya Laka bolasdanyale Laka balasdany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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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更深的寻求 让我们更深的寻求 让天父的爱 进来造成更多的充满 哈雷路让天父的爱 天父的爱 进来造成一波又一波的来充满我们 哈雷路亚在爱中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就把惧怕 出去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座位 哈雷路亚天父的爱 תח心 尤其在佛下 就把那一root 好好 Agape 随你的��灵 Cob 就把那里加 城的年火 这有幸都是 你是等什么 天父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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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祝我 水利安安 我把CV来飞 来去呀 来去的飞飞 来看不受 来去呀 来去呀 来更深的感想 感想的是求主 我不再被控制独立 一定是我天赋 我不再被控制独立 一定是我天赋 我不再被控制独立 一定是我天赋 我不再被控制独立 我不再被控制独立 一定是我天赋 因为你是我天赋 是我的天赋 是我天赋 是我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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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赋 你是我天赋 天赋 是我天赋 是我天赋 是我的天赋 是我的天赋 天赋 天赋 是我的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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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不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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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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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呼唤 你是我的阿爸 轻轻呼唤 你是我的阿爸 轻轻呼唤 我的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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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累 你是我的阿爸 你是我的阿爸 中文字幕描述 你 是我的阿爸 好 弟兄弟妹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 喜乐的全员 喜乐的全员 我们喜乐因为神的恩典那么奇妙那么伟大 我们都是灵溯救恩的人 我们唱这首诗歌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奉献 把荣耀归给我们的钱 Amen Yes 你是我喜乐全员 你是我欢心跳跃 你是我自由飞翔 不再被罪了困绑 你是我永生盼望 你爱有无比力量 从今世直到永远 你应许不会改变 你的宝血有能力 能抑制一切的伤口 你的复活能改变 一切地走出成为祝福 我们要高级你生命 我们要高级你生命 你赔的所有最大的赞美 我们要用全心和权益来敬拜你 我们要欢迎你来临 愿你来设定 愿你来设定 宝座在设定 我们要散开口 不停在设定 你是我喜乐全员 你是我欢心跳跃 你是我自由飞翔 不再被罪了困绑 你是我永生盼望 你爱有无比力量 从今世直到永远 你应许不会改变 你的宝血有能力 能抑制一切的伤口 你的复活能改变 一切地走出成为祝福 我们要高级你生命 你赔的所有最大的赞美 我们要用全心和权益来敬拜你 我们要欢迎你来临 愿你来设定 宝座在设定 我们要散开口 不停赞美你 Amen 是 主 今天早上 我们要在你面前 大声开口来赞美你 因为你的救恩何等奇妙伟大 我们这些蒙了救恩的人 今天早上 我们的口岂能停止 不来敬拜你 主愿你今天早上 在你的圣殿当中 在你所爱的儿女里面 得到最大的敬拜 祝我们赞美你 今天早上我们也再一次 把我们从你领受的金钱奉献给你 主帮助我们知道 怎么样使用这些金钱 传福音 把好消息给我们所爱的每一位 家人的朋友们 主 让他们也可以认识你 领受这么奇妙的救恩像我们一样 主 我们再美你 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 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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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弟兄姐妹请坐 感谢主我们可以再一次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而且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那今天我要继续跟弟兄姐妹分享 神国尽了这个系列的题目 那我要提到 你要成为神国的领袖 你要成为神国度的领袖 好不好 那我想今天已经是第四次了 那如果你有听 你知道这一次我们用马可福音 来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是主的门徒彼得 他口述 然后由他的学生马可记录下来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 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 那主就 彼得就继续不断的传扬耶稣基督故事 因为他觉得很重要 他借着耶稣基督 让我们可以认识救恩 彼得这是大概五十岁 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我觉得他知道他训道日子很尽量 所以他就觉得 他就很快再一次 告诉他的学生马可 把耶稣基督事迹记录下来 彼得三年半跟主一起服事 他说了每一句话 他做了每一件事情 彼得都记得 叫马可给他记下来 所以马可就记下来 就是成为我们所知道的马可文件 因为那时候 马可还不是写圣经 这个文件 当然后来成为马可福音 这是我们知道的 可是那时候马可写的时候 他就写一些记录 耶稣基督的生平的记录 那当然后来这些马可文件 就跟马太写的马太文件 路加文件 约翰文件 后来加上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 他加其他使徒的书信 最后再加上 犹太人的律法和先知 就是我们现在读 手中圣经里面的旧约 西伯来圣经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就成为我们现在手里的这本圣经 那这本圣经 是差不多祖后三百多年才开始成行 才有一本书 好不好 那当然这是一个宝贵的书 那今天我跟各位分享 再次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 那彼得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 这段记载下来 告诉我们分享 让我们经过两千年 我们还知道主当时怎么样 我自己觉得你看圣经 我们一起来学习 就是你要活在那个三度空间里面 你不要觉得我就读一本书 读一本圣经 圣经就这样读 你学习 把你自己进入那个当时的画面里面 让这些人物活化在你的面前 甚至你觉得 我也好像在当中一样 我觉得你觉得圣经就非常有意思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学习 那彼得告诉我们说 在耶稣基督的服事里面 他一开始 他不管去哪里 不管在任何时候 其实主只有一个主题 耶稣基督的信息只有一个 最主要的主题就是 就是马可福音里面的第一章十五节里面 所说的 主说日期满了 神的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耶稣说日期满了 神的国尽了 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这什么意思 就是时候 主说这个时候到了 什么时候 第二个整个人的历史 在这一天之前 每一件事情 包括 旧约中的律法 先知所预言的 都指向这个时刻 什么时刻 就是这个时刻 神的国尽了 神的国尽了 国度的君王已经来了 这个国度的君王已经来了 那 面对这个事实 耶稣说人当悔改 人当悔改 接受这个事实 接受这个国度 接受这个福音 接受这个好消息 当然我们通常 我们讲悔改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是个负面 做这个什么事情 我悔改 其实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正面的用法 正面的用法 彼得要告诉我们说 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发生了 我们等了很久的事情 发生了 就是神的国来了 你一定不要错过 你一定不要错过 悔改就是 你需要面对这个事实 你接受这个福音 接受这个国度 而且你要活在这个福音里面 活在这个国度当中 福音到底是什么 我们常讲 基督最常讲传福音 传福音 福音就是好消息 是我们知道的 那福音到底是什么 就是主这边所说的 福音就是神的国 国度的君王 我们的主 第二个福音就是 这位神 三一的神 他是有位格的神 三位 他们期待和我们 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福音就是神期待 和你我建立一个 非常亲密的关系 这位神 他是会思想 他有意志 他有情感 他会忧愁 他会决定 就跟你我一样 只不过他是神 第二个我们需要明白 神为了使我们认识他 他刻意谦卑之力 成定成为一个人 变成你我这个样子 在地上来 他希望透过我们的性情 透过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情感 跟我们交通 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 我们可以跟他有个 毫无间隔的爱 彼此交流 第二个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 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最重要的部分 这就是福音 这就是福音 好不好 而且神跟我们相交 神跟我们建立关系 是个人的 神不是说我跟整个基督教 整个基督整个教会 不是 神是跟你我 跟每一个人 他要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就好像身上许多的圣徒 他们的经验一样 我举几个例子 好像约翰 约翰在约翰一书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这个从起初的生命之道 是我们所听见 我们所看见 我们有所摸过的 约翰说我就是跟这位神交通 而且我告诉你们 教里面也可以喜乐 你们也是跟这位神交通的 我们是跟神相交 而且那个交通是有意识的 是可以感觉的 就像我们感觉 所有在我们生命周围的其他事物一样 我们觉得神是一位 是一位幼稚与活的神 那悔改就是 转向这个神 转向这个国度 拥抱这位神 拥抱耶稣 渴慕他 而且期待更多认识他 那就是悔改的意思 我们期待跟他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那就是悔改的意思 我刚刚讲的约翰 就会像摩西 我们都认识摩西 摩西有我们 世上没有人有的经验 还有两次四十周月在西南山上 跟这位神面对面 四十天 面对面 哇 这么奇妙的经验 可是你们有发现 摩西并没有说 那我就够了 摩西心中有一个更深的渴慕 在出埃及地33章的十三节 他说 如果我今天在里面前蒙恩 那我需要蒙更大的恩 什么恩就是 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 使我可以更多认识你 摩西说 主啊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他想要更多认识神 大卫也是一样 大卫是个认识神的人 他说青少年的时候 就是常常亲近神 对不对 我们知道 神甚至帮助他 很年轻就可以 打死这个熊啊 狮子啊 神甚至帮助他 打死了巨人哥利亚 对不对 可是在大卫心中 他有一个不仔细的渴慕 诗篇42篇的第一节第二节 他说神啊 我的心切慕你 我的心切慕你 如露切慕熄水 我的心渴想你 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呢 那就是大卫的渴慕 弟兄姐妹 保罗圣使徒 在大马圣路上 耶稣亲自他显现 几乎是肉眼看见主 对不对 但是保罗说什么 在保罗心中有一个不仔细的渴慕 菲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 他说 他说我为主丢弃万事 看中的粪土 我觉得主是宇宙的至宝 我要更多认识他 他说使我认识基督 使我认识 使我更多的认识基督 弟兄姐妹这些圣徒 他们这么渴慕神 他们火热追求主 所以在他们生命经验里面 生活经验里面 他们就遇见神 神就向他们显现 神的同在 就这样子的充满他们 那就是福音 那就是神的国度 所以其实这段时间 我跟各位分享这个兴起 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期待 我们起来更多渴慕神 激发我们的热心 激发我们的热情 我们来追求主 好不好 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说 我们可以跟他建立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 你看 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里面 二十三节说 我在他们里面 你在我里面 你在讲什么 其实主说 他跟我们的关系是多么密切 就是我们可以在 耶稣基督里面 而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在神里面 另外就是 神在我们里面 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 那是一个合一的关系 主期待我们 那就是神的国 那就是福音 悔改就是拥抱这个福音 拥抱神的自己 我想这是 主的信息最重要的 那就是福音 那就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好 那今天要我跟各位分享 所以神呼召 神期待呼召更多人 进入这个国度里面 神呼召你 呼召我进入这个国度里面 对不对 神期待和我们 建立更多亲密的关系 那神也期待你我起来 带领更多的人 进入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里面 那这种人 神经常说 那就是一个领袖 当然神经常有不同的讲法 可是我们用 比较明白的话 就是神国度的领袖 神期待你可以享受 神国度的丰盛 神期待你可以享受 神的自己 可神期待你成为 一个国度的领袖 可以带领所爱的人 进入这个国度里面 跟你我一样 享受同样 神与他 根本这么亲密的关系 所以 所以你看 从圣经上看 你发现在圣经历史里面 有许多这样的人 对不对 他们充满了热情 他们充满了勇敢 他们充满了果断力 这种领袖 他们成就神所 期待他们所成就的 那今天神也呼召我们 神也呼召你 成为这样的领袖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没有说呼召哪一个人 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成为基督国度的领袖 那我要跟各位分享 我现在进入主题 什么样的人可以 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神国度领袖 成为国度领袖的条件是什么 第一个 我先用三句法 什么样的人 不能够成为神国度领袖 什么样的人不能够成为神国度领袖 就是不真实的人 不真实的人不能成为神国度领袖 不真实的人不能成为神国度领袖 那有一件事 也许平常你没有想到 但是其实如果你留意到的话 就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你会发现每一个人 我们从小开始 你不需要别人教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会寻找一个东西 我说中文叫做漏洞 你以为漏洞吗 法律漏洞 这个漏洞 漏洞 漏洞是什么意思 漏洞就是 就是 你知道规则 但是你有走在规则的边缘 而且你很技巧的不违反规则 知道意思吗 比如说法律漏洞 你知道法律漏洞 你知法玩法 所以你就有走在法律边缘 可是你不违反那个法律 不受惩罚 那就是漏洞 我举几个例子 丈夫答应太太说 我十点钟 下班以后十点钟你回家 好 结果没想到 凌晨四点才回来 她说几点了 不是十点吗 对对对 我还以为你指的是早上十点 你看我现在还早一点回来了 漏洞 对不对 妈妈跟孩子说 睡觉前 刷牙不要忘了你刷牙 刷啦刷啦 而那牙刷怎么是干的呢 我还运输昨天晚上有没有刷 我讲另外一个 你常常喜欢去好士多吗 我很喜欢去好士多 我不进来买 看看我就很高兴 我很喜欢 那是我的娱乐之一 你去好士多你就知道 好士多有很好吃的那个 热狗对不对 热狗 然后有很多免费的洋葱 切碎洋葱 还有那个叫 热狗 热狗叫什么 就是那个碎黄瓜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 基本上大家知道规则是 那个洋葱跟那个碎黄瓜 是配那个热狗的 对不对 还是你不知道 基本上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子了 但是你会留意到 很多我们的同胞们 他们 他们不管吃什么 不管是披萨啊 或者是什么 他们都要弄一大盘 那个洋葱 洋葱膜啊 那个酸黄瓜 甚至于 有的人什么都没吃 都带一带 大带回去 很多很多时候 我看到这种 我都很想去制止他 师母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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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记你是牧师 你就跟他吵架 那又不是 那又不是 那又不是你的洋葱 我说 那洋葱可以 我回家洋葱炒烂 可以炒一个礼拜 我怎么有种人呢 对啊 可是他会说 有规定不能带吗 没有啊 好时候确实没有规定啊 好不好 那就漏洞 所以我们知道漏洞是什么 但是我们每个人不用教 我们都知道 怎么样钻那个漏洞 对不对 而一个宗教人士 包括基督徒 如果我们也寻找 这些漏洞的话 你知道 圣上圣这种人叫做 假冒为善的人 不真实 假冒为善 看起来很好 其实不是那么好 一个宗教领袖 或一个宗教人士 为了自己的好处 寻找宗教规则中的漏洞 耶稣用一个形容词 形容这种人 说这种人叫做粉饰的坟墓 粉饰的坟墓 马太福音23章27节 主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 和法利善人有获了 因为你们 好像粉饰的坟墓 外面好看 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和一切的误会 粉饰的坟墓就是说 哇那坟墓很高级 外面弄得很漂亮 可是里面 死人骨头嘛 充满了死亡的气息 主非常不喜欢 弟兄姐妹 所以主用这么 我觉得这么难听的话 来责备这种人 而且主觉得这种人很蠢 他们难道不知道 主会让他们这样 轻易就糊弄过吗 他们忘了主会看见 主会听见 他们不知道主看得懂吗 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 在主的服侍过程中 总有一些这种人 一直跟着主 这些领袖 当然法利善人中有好的 有好的法利善人 可以有一些法利善人 这些假冒为善的人 他们充满了对主的 充满了敌意 就跟着主 第二个人知道 这群人 这些法利善人跟文士 他们其实最有资格 成为神国度领袖的 因为他们有律法 因为他们熟读神的律法 他们最知道神的规矩 神的规则 他们最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 但是他们却常常 钻那个漏洞 事实上他们不真的认识神 他们也不肯慕神 他们也不敬畏神 他们也不爱神所爱的百姓 所以神常常责备他们 他们其实可以成为神的 国度领袖 但是也不真实地 使他们不能够成为神国度领袖 有位神的仆人叫陶树 陶树牧师 我非常喜欢的有位神的仆人 他形容这种人 他用讲法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听听看好不好 他说 这些人就好像有些领袖 他们像效法当年 以利亚在加密山上 和巴黎先知在征战 对不对 你记得那个故事吗 他们就组坛 所以坛就组起来 看起来很属灵 为神组祭坛 然后把祭肉切成筷子 一块一块的放在祭坛上 可是这些人 他们却 他们所做的事 他们就很自得意满 洋洋得意的 也组那个石头 看看有没有摆好 有没有摆整齐 那个肉到底摆盘 有没有摆得很漂亮 但是他们完全不在意 加密山顶上的神的火 有没有降下来 他们完全不在意 神在做什么 第一个 其实我们做神的儿女 我们也需要特别留意 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 或者我们 我不要说故意了 我们就会重蹈覆辙 我们读圣经 我们也了解圣经 但是因为我必须说 其实圣经他 当然圣经很宝贵 我这样讲 你不要误会 可是圣经他 他本身不是目的 圣经是一个媒介 一个手段 借着圣经让我们更多认识神 借着圣经让我们更多可慕神 让我们更多追求神 借着圣经神要带我们 进入祂国度里面 跟祂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享受神的自己 活出一个真实的生命才是 对不对 否则我们就会像耶稣基督所说 主说什么 祂说你们查考圣经 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 主说没错 因为这圣经是为我做见证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会 所以我们都要留意 好不好 马可福音的第七章第一节 我们来进入彼得所讲的故事里面 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 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 好 这是一件大事 弟兄姐妹 来看地图好不好 基本上文士 这是地图 我这段时间可以拉下来一点 这段时间我会常用这个地图 好不好 这个地图你应该很熟悉 巴拉斯坦地图 上面是加利利湖 加利利海 下面是死海 沿海 好 那好 这个时候主的总部在加百农这个地方 对不对 加百农这个地方 好 那文士法利赛人 他们坐在耶路撒冷 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 所以这些熟读圣经的人 他们坐在耶路撒冷 那今天这群人 他们从耶路撒冷不远千里而来 哦 没有千里了 可是也蛮久了 大概5、6、7天 一直来到加百农 他们为什么这么麻烦来 因为他们听说 他们听说有一个拉比 新出现的拉比 拉比就是有智慧的人 一个老师 那这个拉比 真的教导一些奇怪的道理 一个新的道理 而且有人说他是弥赛亚 他自己宣称他的弥赛亚 这不得了 所以他们就派了一个考察谈来 要考验这个拉比 那这群人混在群众当中 他们就是窥探耶稣 看他说什么做什么 真的是弥赛亚吗 是神的作为吗 我们是不是应该及时拦阻他 所以这个考察团 来到这个加利利 加百农这边 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让他们非常非常生气 什么事呢 马可福音七章二节第三节 那边说他们看见 他的门徒当中有人用熟手 就是没有洗手 吃饭以前没有洗手 就吃饭了 然后马可知道他很多这些文件 很多很多这个 不是犹太人会看嘛 所以他特别括号说 原来法利山人和犹太人 都居守古人的遗传 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 他们洗手不是因为疫情 是因为古人的遗传 古人的遗传就是传统的教训 就是也许你听过 口传的律法 口传的陀拉 按照口传的律法 吃饭前一定要洗手 好 但是主的门徒 耶稣的门徒 居然吃饭前没有洗手 他们很生气 他们没有按照古人的遗传 没有按照口传的律法 洗手 他们生气 那用我稍微解释一下 让各位可以更多了解 好不好 那当我们读福音书 有时候你可能有一个想法说 为什么耶稣好像常常 又对那个律法有意见 跟他们争辩律法的事 弟兄姐你要知道 其实主对 陈文律法是非常非常紧锁的 主是守律法的 陈文律法是什么 陈文律法就是摩西在山上 神不是颁布律法吗 包括十戒 还有很多律法 那些律法就记载在摩西五经 除《创始集》后面的四经里面 我们常读的 那个叫做陈文律法 又记下来 可是他们也有人说 犹太人就说 但同时神也传了所谓的 口传律法 就他们所谓的口传的陀拉 那这些律法的目的 是为了要保证人可以遵守 那些陈文律法 好 那这些口传律法 从来没有述诸文字 但是却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 从摩西传传传到现在 从历史角度来看 这些口传律法 其实不存在 不存在 而且到第一世纪的时候 连法利塞人都觉得怪怪的 有人都不同意 好 所以我们的主他不赞成 他不同意 他不认同这些口传律法 耶稣在扶持过程中 你发现他的律法上 看法利塞人有些争辩 都是争辩那些口传律法 因为主觉得这些口传律法 是假的 而他们 法利塞人利用这些口传律法 来挟制掌控神的百姓 而且这些口传律法 让我们的神看起来 这些小家子戏 很狭窄 很明顽不灵 所以主就拒绝 这些口传律法 好 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五节 法利塞人就责备他的门主说 你们为什么不知道 我们口传律法洗手呢 主不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 主就直接进入主题 主就用以赛亚书先知他所说的 马可福音第七章第六节 耶稣说 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 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 你们用嘴唇尊义我 可是心却远离我 主的意思是什么 主说你们都嘴巴强强 讲得很好听啊 你们嘴巴都很近前啊 但是你们心其实远离我 你们根本不认识神 你们只装个样子 外面很属灵 其实里面你们是悖逆的 神国尽了 但是你们离神的国很远 他们看不住神正在做的事 他们心没有预备好让神的国 临到他们生命里面 以至于他们也认不出 国度的君王耶稣进来了 那所以主就继续讲 主说你们将人的吩咐 当作道理教训人 所以拜伍也是枉然的 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 拘守人的遗传 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 要守自己的遗传 主的意思是什么 主的意思是什么 主就说你们就用人的规矩了 那我不会祝福你们 你们用了 你们废弃神真正的成文律法 废弃了神的诫命 假造了一堆 你们自己建立的规则 你们把宗教成为一个 掌控别人 你们只赢不输的一个游戏 主不喜欢 什么意思 你听过执法玩法吗 就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主下面就讲了一个例子 讲个例子 来告诉我们说 这些法利赛人 这些假冒为赛人 他们怎么样利用所谓的口传律法 来找一个漏洞 让他们可以绕过神 真实的律法 而其中其中得到好处 好不好 他们就是用口传律法 绕过了神 传给他们的真实的律法 然后从其中得到好处 主就举个例子 什么例子呢 在马可福音七章第十节 他说 主说摩西说当孝敬父母 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自使他 摩西说的 你们记得这是十节第几节吗 第五节 对不对 摩西说 主说摩西是这样说的 不是狗传律法 是成为律法 说要孝敬父母 请特别留意 主说完之后 主就加上了 违背这律法 要受惩罚 对不对 不孝敬父母 摩西说什么 死都打死 很严的 所以耶稣不只是引用 旧约成文律法 他也连带讲述 违背这个律法 会带来的惩罚 主说摩西说 要孝敬父母 守着的话 就要支持他 丢里面主题是提起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忽略对父母的责任 是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过犯 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我们当孝敬父母 但是这些法利塞兰 他们就有办法 他们就有办法 利用口传的律法 他们不孝敬父母 然后逃避这个惩罚 为他们得到好处 要对我来讲什么 法利塞兰他们就有办法 利用口传律法 不孝敬父母 而且逃避这个被致死的惩罚 但是他们仍可以得到好处 怎么说 有口传律法 第七章第十节到十二节 摩西说当孝敬父母 又说 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 你们道说 你们口传律法 却这样说 人若对父母说 我所当奉给你的 已经做了戈尔板 戈尔板就是贡献的意思 以后你们就不用再奉养父母了 主说 我告诉各位解释一下 什么叫戈尔板 好不好 戈尔板 对不对 一样的 有人历史来都是这样的 但是这些法律生 他们就开始专亂漏洞 他们怎么样做呢 他们讲一个方法 就说 我可以做一个宣誓 就是 我把我所有的财产 全部奉养给神了 奉养给圣殿了 戈尔板就是一个誓言 把所有的奉养给主了 都奉养给圣殿了 那当然 这些讲这些话的人 他们自己还活着的时候 他们有使用权 他们可以使用这些钱财 所有的东西 活着的时候可以享用一切 然后当他死了以后 所有的钱都归给圣殿 问题是什么 所以当他活着的时候 如果他父母有需要 他就说什么 爸爸妈 不好意思 其实我真的很愿意奉养你们 不过呢 我的钱都已经奉养给圣殿了 不是我的 是上帝的 所以 所以 抱歉啊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主说 这是假冒伪善 主非常非常生气 主不希望我们这样 弟兄姐妹 好 再来个话题 今天我们讲到孝顺父母 弟兄是应该的 但是你要了解 我们今天孝顺父母 不是因为摩西的律法 不孝顺就自私我 不是的 我们孝顺父母 是因为怎么样 是因为新约唯一的律法 就是爱 主说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对不对 因为神爱我们 所以我们要爱我们父亲母亲 就是这个 所以如果我们期待成为神国度的领袖 我们就不能像法利赛人一样 外表看起来很属灵 很敬虔 但是不真实 但是不真实 你知道法利赛人他们常做一件事情 他们因为表示敬虔 就把圣经 取几个经文 写在皮革上 然后呢 就用皮革做小盒子 然后就绑在头上 好大一个 圣经 圣经 看到没圣经 绑在手上 好大一个 圣经 圣经 看我读圣经 但主说什么 马太福音23章第5节 他们做这一切 都是叫人看见 马太福音第6章第5节 他们祷告的时候 主叫我们祷告的时候 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 爱站在会堂 和十字路口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 第5节 当然主的意思 不是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祷告 你不要读圣经 读圣经 当然非常重要 祷告非常重要 只是我们读圣经 祷告不是为了表现 不是给别人看的 不是要博得好名声 我们做所有的事都是一样 我们福祉主也是一样 我们是为主 不是为给别人看 好吗 好 我再举个例子 很有意思 扫罗 扫罗 就是旧约的扫罗 扫罗王 有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 扫罗王其实他是 他是个很棒的领袖 因为他一开始表现 非常非常谦卑 当神拣选他的时候 他躲起来 不是我不是我 不配不配 很谦卑喔 真的不错 可惜他后来慢慢改变 慢慢改变了 很快讲 撒罗王记上十四章三三节 他带兵去打仗 对不对 跟弗利斯人打仗 结果兵就很累很累很累很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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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实在忍受不住就吃了带血的牛羊肉 就有人告密 少说 怎么可以 御法上说不能吃有带血的 那有罪有罪有罪 你们都有罪了 把大石头滚来 大石头滚来干什么 要做祭坛 要献祭 你们的罪人 我要献祭 为你们献赎罪祭 叫你们得到赦免 哇 多净钱对不对 他就做了一个祭坛 扫罗王为耶华主里做坛 这是他初次为耶华主坛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从来不祷告 有事赶快来祷告 好来祷告 利用这个机会 祝坛嘛 献祭嘛 就问神 三七节 就求问神说 我下去追赶法利赛人 可不可以呢 你把他交到我们手里 你可以帮助我得胜吗 弟兄姐妹 你看后面主说什么 这日 神没有回答他 神不理他 你知道为什么不理他 神不理他 因为是假的 因为是假的 不诚不真实 只是假冒为善 好不好 哈姆尔记上十五章 那边讲了一段故事 后来 神就叫他去跟亚玛利人征战 而且告诉他们说 征战以后 你要把所有你的财物 都要毁灭 因为那是不属于神的 不敬畏神的东西 但是 扫罗打败亚玛利人以后 却把这些财物 好的东西都卷起来 都留着 所以主就生计 主就责备他 他马上说 不是不是是你的百姓 是你的百姓 是你的百姓 而且你的百姓 要把好的献给你的献祭 听起来多么属灵 要献给神 对不对 可是神说什么 听命胜于献祭 尊从胜于公养的旨游 而且是假的 你不是真的要献祭 所以神就把扫罗废掉 主当场就跟扫摩尔 就要告诉扫罗说 你不合神心 神废了你 你不要做亡了 主已经寻找 另外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听起来 你知道在这个时刻 在这个时刻 扫罗说了一句话 很有意思 你看 在扫摩尔记上十五章的三十节 当他知道神已把他废掉 不让他做亡之后 三十节扫罗说 我有罪 我有罪了 虽然如此 求你在我百姓和长老 和一些人面前抬举我 不要告诉他们 给我一点面子 不要告诉他说 我已经被废了 我好去敬拜耶华 多假啊 对不对 不真实 所以神废了他 他没有办法当 担待神国度领袖的责任 所以弟兄弟们 那我们来看 什么人可以做神国的领袖 第二 背十字架 舍己的人才能成为神国度领袖 背十字架 舍己的人才能成为神国度领袖 耶稣他责备法利赛人之后呢 他就带他门徒 往北走 往北走 来看那个图好不好 往北走 上面没有了 这边是加百姓 他就往上来到 菲利比的这个地方 往北走到来到菲利比 在菲利比的过程当中呢 主就问了他们 问他的门徒说 他说 人家说我是谁 主问他的门徒说 人家说我是谁啊 他的门徒说 有人说你是施起约翰啊 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啊 有人说你是一位先知啊 那主说 主问他的门徒说 那你们说我是谁 各位知道彼得吗 彼得说 哦 你是基督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弥赛亚 你是世人的救主耶 对你们主怎么回答 主有没有说啊 不是不是谦卑 不是不是 主不来这一套的 是就是 不是就是不是 我们不用骄傲 可是我们也不需要假谦卑 对不对 要真实 神喜欢真实 所以主就说 彼得说的没错 是我就是 而且我来要建立神的国度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因坚的权势不能胜过他 所以他们离开了 后来他们就离开菲律比 就经过加百农 就一直往南 就要到 往耶路撒冷去 那在过程当中 主就继续不断地提醒他的门徒 他们在耶路撒冷会遇见什么事情 马可福音 第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二十二节 主就叫集他们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过三殿复活 耶稣明明地说这话 彼得就拉着他 劝他 主就跟随他的门徒 说 人子啊 我啊 我一定会受许多的苦 而且会被长老祭司长文士拒绝 而且会被杀 门徒一听 被杀哦 你不说你是弥赛 弥赛怎么可能被杀呢 而且 而且何况万一你真被杀 那我们怎么办 门徒心中在想什么 弟兄你知道吗 你被杀我们都没戏唱了 我们跟随你是为了 好 弟兄你知道 神经上这边说 当主一这样讲的时候 彼得就拉着他去劝他 劝他 事实上在 如果你看NIV版 圣经 英文圣经那边提到说 其实彼得在那边是责备主 他好大胆子哦 就是带着责备一句说 主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你真是不可以 你不要再讲那么负面的话 你不可以死啊 就这个意思 然后主就对他们说 对门徒说 撒旦退我后面去吧 你们不体贴神的心意 只体贴人的心意 主力施死嘛 主力施死嘛 你们只是想要得到一个地上的果 你们只是想要地上的一个君王 但是我所建立的国和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 我这位君王 我这王是跟地上的王不一样的 所以弟兄们主再一次强调这一点 他就再次告诉他们说 八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 主叫众人来 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起他的施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这很重要的话 如果你期待成为神国度领袖的话 因为我们一定要留意 好 耶稣说什么 任何人要成为我的门徒 要跟从我 就需要舍己 否认自己 背起他的施架来跟随我 所以我想那些门徒一听 牙雀无声 看起来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还要继续跟随他吗 跟随他看起来付很大的代价 第二点你知道他们会这样想 你知道为什么 对我们来说 十字架只是一个象征的记号 对不对 基督最喜欢十字架 有的十字架还很漂亮 当装饰品 有的十字架还有钻石 很贵的十字架 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 他们都知道 十字架代表什么 对当时 对门徒来说 他们都知道 十字架是一个最残酷的刑法 他们都知道被钉十字架是什么样子 什么惨状 而且他们周围 他们邻居 可能他们家人就有人被钉过十字架 他们明白 他们明白 而耶稣现在居然说 你要跟随我吗 那你需要被钉十字架 你要付他一下 像被钉十字架一样痛苦 你要跟随吗 你要跟随吗 耶稣说 任何一个人要救自己生命的 救必死掉生命 其实主的意思是什么 主的意思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死 不管你多么健康 不管你用各样的方法 什么养生方法 锻炼 从有一天你会死 对不对 我也是一样 但是主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这一辈子活的都是为我们自己 到最后我们会 我们的生命就是毫无益 也毫无价值 主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但是任何人为我和福音的缘故 撕掉生命 就会救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意思告诉我们说 他需要我们明白 他邀请他的门徒 邀请你邀请我 来过一个撕掉生命 但是却有一个伟大意义和目的的一个生命 一个生活 他主要告诉我们的 所以彼得他们需要做个决定 我到底要不要 我要继续留在家里做渔夫呢 有一天老死死在床上 还是我要跟随他 活出有意义 有目标的一个生活来 对我们同样 你我也是一样 我们都需要在座 不管是年长年轻的 有一天我们都会走到生命的尽头 对不对 我们要怎么样选择 我们的地上过日子 一个有目标的人 最后才可能达到那个目标 主呼召每一个人 我们都需要做这个决定 我们是决定为自己活呢 事实上每个人都喜欢为自己活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嘛 但是主告诉我们说 为自己活的生活是一个 到最后无法抓住任何东西的生活 主讲了一个非常实在的事实 就是如果我们只为自己活 到后来我们会失去我们的生命 也失去所有的 那是主的意思 所以当年主呼召门徒走这条道路 今天主也呼召我们走上这条道路 一个施加道路 彼得他们后来决定跟随主 那你呢 你的意义是什么 我想多用点时间讲到 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 上吊生命的意义好不好 难得有个机会 我预备的时候就想到 那你知道 讲到十字架 定十字架 对我们 我们实在很彭符 不会 我们在台湾可以很自由的信耶稣 我们可以很自由传福音 我们绝对不会碰到十字架苦行 对不对 应该是不会了 那对我们来说 十字架有什么意义 那主讲舍命 舍己是什么意义 对我们来讲 这么幸福的基督徒在台湾 那是说什么呢 从创世 既看来神六天创造 对不对 到创造人之前 神已经在这个世界 为人类预备了许多美好的事物 阳光 空气 水 植物 动物 什么都有 在伊甸园里面 你知道十字架 可以享受所有一切的 神已经为人类预备许多美好的事物 我自己觉得包括现代 现代文明 神赐给人很多聪明智慧 所以人的聪明智慧 创造很多美好的东西出来 对不对 我们可以使用汽车 飞机 美食 漂亮衣服 智慧型手机 对不对 电影 电视 甚至包括我们爱情 友情 亲情 很多知识 身份 地位 学问 都很好的东西 主赐给我们 主要赐给我们 主要叫我们享受 是真的 但是请注意 神要这些东西是要叫我们享受 主没有叫他来掌控我们 主不要 我们让这些东西来掌控我们的生命 所以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第二天创造人的时候 神在人 在你我的心中 创造了 设立了一个宝座 而神要坐在这个宝座上 他要负我们的责任 保护我们 所以你知道 起初创造美好的创造 神在我们里面 在外面有许多美好的事物 是我们可以享受的 是我们可以享受的 但是问题 最改变的一切 最改变的一切 我很快讲 最改变一切 撒但很诡诈的方法 就是试探了我们的始祖 所以 他们不愿意顺服 不愿意造主的意思 不愿意造 他觉得主的设计不好 所以人就抢夺了神在 我们心中的宝座的地位 人拒绝神 把神从宝座中赶出去 人取代了神 坐在我们自己生命的宝座上 人取代了神的地位 就带来一个结果 同样 我刚刚提到陶树牧师 他用个讲法 很有意思 听听看 他说 从那天开始 就从罪进入人心里面开始 人的心中就有一条强韧的根 来入子 就是提摩太前作第六章第十节 说贪财是万儿子根 那个根 从人犯罪开始那天 在人的生命里面 就 从那个堕落的己生命里面 就长出一个强韧的根 那这个己生命的根 它有个特性就是 继续不断地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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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不断地贪求 贪求贪求 神赐给我们这片好东西 但是 我们的心继续不断地贪求 所以结果就是 人的生命 你与我的生命 和许多的东西 紧紧地连在一起 交缠在一起 而那个根继续不断地 往下扎根 到最后这些东西 掌控了我们的己生命 叫我们没有办法摆脱 这些东西本来是美好的 这叫我们享受的 吃成吃给我们的 只要我们造了神的指示 去使用 就OK 没问题 但是当我们过度使用 当我们无节制的时候 当我们贪恋这些问题 人为什么活这样 就是灾难 就是灾难 好不好 我举个例子 我们回到经文了 那彼得和其他门徒 就决定要跟随主 对不对 好好好 死就死吧 跟你跟你跟你 他们就慢慢一直往南走 要来到耶路撒冷 马可福音的第四章 第32节 他们走了路上的时候 往耶路撒冷走 对不对 主在前头走 主在前头走 门徒就吸起 第四章32节 跟从人也害怕 不晓得 后面去耶路撒冷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那主又把他门徒叫来 弟兄姐妹他们忘了 那主在前头走 你会发现 一个领袖就应该是这样 他是带头的 他身先士徒 带他的门徒 一直往耶路撒冷去 虽然他知道他遇见什么 第十章33节 耶稣再次告诉他们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就是我 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我的罪 把我交给外邦人 然后呢 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将要被交给 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的罪 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戏弄他 吐沫在他脸上 鞭打他 杀害他 过三天他要复活 主跟他们讲这个 对不对 一次又一次告诉他们说 在耶路撒冷我会遇见什么事情 他们要怎么样 怎么样 苦待我 吐吐沫在我脸上鞭打他 杀害我 可是就在这个时刻 弟兄姐妹 你知道发生一件事情 在关键的时刻 发生一件事情 他有其中两个门徒 一叫约翰 又雅各 他们就走走走 对不对 他们一看 后面那些 后面其他十个人都没有注意到 他们两人就跑到耶稣基督面前 十天关系我不读经文 各位看 我再可以看 说 主主主主啊 父子 父子 说 无论我们向你求什么 请你一定要替我们做 但是还蛮大的 意思就是说 我知道你要受苦了 你要被吐口水了 你要被杀 但是我求你为我们做一件事情 虽然这样 主还是 主还是很有礼貌说 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 好 那他们就说 请让我们在你的荣耀里面 当你得国的时候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当然不是现在 等你被杀以后 吃个我们一个显著的位置 叫别人可以看见 叫别人知道我的存在 一个在你右边 一个在你左边 在你新的国度里面 给我们权柄 让我们有一个权柄的位置 主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 你们不知道什么是实际上的道路 主说你们还不知道 怎么样做一个神国度的领袖 其他门徒也好不到哪里去 后来四个人就 十个人就跟过来 对不对 十个人听见很恼怒 就 他们生气 其实不是生气 雅各跟约翰 对主很没礼貌 他们气气什么 诶 听见我 因为据传说 约翰跟雅各是 跟耶稣有表亲戚的关系 说什么想利用群带关系 蛤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 他们在争夺 那一天在神的国度里面 谁才是 不是老大 老大是耶稣 就是 谁才是那个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人 就是我们 他们在求那个 听见你们 他们还没有预备好 成为神的国度的领袖 成为神的国度领袖要怎么样 就刚刚助手说的 要背起十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伤了生命 保罗神的仆人 他怎么样告诉我们 其他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 保罗说 断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保罗要讲什么 保罗说 因为这个十字架 对我来说 这个世界 世界可以提供我很多 很好的东西 但是对世界来说 我是死的 谁对死的东西有兴趣 对不起 就是世界的好东西 对我来说是死的 谁对死的东西有兴趣 对不对 而因着十字架 面对世界 可以提供给我的东西 我是死的 我是一个死人 我不会对这好东西反应 听众你明白吗 那就是定十字架的意思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我的心 那是保罗所说的 是不容易 我知道是不容易 否则就不叫十字架苦行的 对不对 听众你明白 什么是你的十字架 什么是你需要 与你一同定时代 施加这种好东西 我们面对这些好东西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 处理它们 我很快讲一个例子 好不好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们最喜欢讲这个例子 我们希望像他一样 那是一个 亚伯拉罕跟以撒的故事 一个美丽 但是惊心动魄 然后看得到鸡皮疙瘩的故事 很有意思 那这个故事 讲到亚伯拉罕怎么样 可以成为一个平凡人 成为一个神国度的领袖 因为开入先锋 成为我们 你我的信心的支付 为什么 亚伯拉罕神呼召他 七十五岁那年 他还没有孩子 有一个孩子 可是不是从祖来的 他自己的意思生的 那 七十五岁还没有了 好 就跟他说 主说 我要赐给你儿子 那 亚伯拉罕就等 凭信心等等等等等等 等了二十五年 哇 终于以撒生了 对不对 弟兄弟们 你可以想象 那这个儿子以撒 马上成为亚伯拉罕 最喜乐的源头 成为他的偶像 成为他的最爱 很快这个东西就霸占了 这个父亲的心 他就成为这个 挚爱 以撒的奴隶 而且 亚伯拉罕有一个最好理由 对不对 以撒代表神的 最神圣的东西 代表神的应许 代表神立的约 代表神的神圣的目的 代表以赛亚 记得他而来 哇 太宝贵了 以撒 对不对 所以亚伯拉罕就爱着儿子 但是他爱他的儿子 超过了神的界限 他把他的儿子放在他心中的宝座上 神在外面 他的生命和以撒紧紧的连结 已经取代了神在他生命中的地位 我觉得这样不行 如果这样的话 他不能成为神国度领袖 什么是你心中的以撒 可是神就介入 神就介入 神就跟亚伯拉罕 神有时候做事蛮极端的 因为我想大概快到斩乱麻 或者说这个 观念时刻的关键手段 好 主说把你儿子带来 把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山去 在那个山上 把他献为番祭 献为番祭 献为番祭是什么意思 弟兄姐妹 就是把他儿子宰了 烧了 摩西写的故事他没有讲细节 但是你可以想象 你如果活在那个时刻 你想想看 您在山上 这位老父亲 他站在受什么样的煎熬 弟兄姐妹 你对你所最爱的 如是主要挪去 也是一样 对不对 那天把亚伯拉罕自己杀了 可是还容易一点 杀我儿子 万万不可 何况神不是应许说吗 从以撒生来 才是我的后遗 你怎么可以杀他呢 亚伯拉罕 但是 那天这位受着火 试炼的亚伯拉罕 他没有在试炼中失败 亚伯拉罕就 顺服神的自己 我在说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他就把他儿子献上 放在祭坛上 正要举起刀来 亚伯拉罕站在山上 弟兄姐妹 他是一个被神分别出来 被神呼召出来的人 他是神最亲密的朋友 可是在这个时刻 他成为一个顺服的人 顺服的人 正像耶稣基督说的 背起施架来跟随他 上掉他的生命 地旧的生命 所以当亚伯拉罕拿刀 要杀他儿子的时候 主知道他的心 主听 主为他预备了一个羊羔 对不对 代替亚伯拉罕 代替了以撒 然后神就祝福他 神祝福他 也好像说 你既行的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的自己起誓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金海淀沙一样 你子孙必得到仇地的成本 并且地上万国 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众了我的话 你我今天可以信主 你说救恩 第一名都是因着亚伯拉罕 他是神国度的领袖 什么是你我所最爱 是不是你看作 像生命一般的以上 主帮主们舍得他 来跟随主 好不好 这样子我们可以得到 那个丰盛的生命 我再用一点时间 第三 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 神国度领袖 就是服侍人的人 服侍人的人 可以成为神国度领袖 门徒期待在神国中 要高高在上 坐在有全民的位置上面 主看到他们 主看到他们说 主我的国度是不一样的 我这位君王也是不一样的 马克福音第四章42节43节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外邦的国 有君王治理他们 有大臣管理他们 他说 但是在你们中间是不一样的 神的国不是这样 主说什么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的用人 主说在你们中间 谁愿为首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你要做领袖吗 那你要成为众人的仆人 主说甚至我 他说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暑假 主说连我国度的君王来 我都不是要受人服侍 我乃是要服侍人 我乃是要服侍人 彼得说真的是这样吗 真是这样吗 他们就一起来 往南走 他们就来到耶利哥城 耶利哥城发生一件事情 他们遇见 在耶利哥城遇见一个 你知道的故事吗 遇见一个 一个讨饭的虾子 一个乞丐 是迪买的儿子 叫巴迪买 巴迪买坐在路旁 他知道耶稣来了 他听人家说 他看不见嘛 他就很大声说 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 大家都叫他闭嘴 不吵 乞丐叫什么 责备他 主 主来这么重要的事 你不知道他去耶路撒冷要做什么吗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当耶稣听到巴迪买的声音 耶稣却站住 听众计美主 站在这位乞丐的面前 帮助我们真的明白 他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国度 这位君王是什么样的君王 他来翻转的一切 对不对 这个占星的国度 让我们看见是 有能力的人 服侍那些没有能力的人 有权柄的人 服侍那些没有权柄的人 有支援的人 有支援的人 服侍那些没有支援的人 有力量的人 服侍那些软弱的人 当然之后 当彼得看见主真的为我们定 在世价上付了赎价 他就真的明白神的国度 到底是什么 那天 主站在巴迪买面前 主就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巴迪买说我要看见 主就要看见 弟兄姐妹 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 像耶稣问巴迪买一样 问问我们周围的人 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能为你做什么 当我们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 好不好 当你学习服侍别人 你就离神的国很近了 当你学习服侍别人 你就会成为神国度的领袖 你就会领受神的祝福 愿神喜悦你 好不好 主帮助每一个人都 起来服侍人 好 叫我们成为神国度的领袖 来 我们起来祷告